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是尽量不要把自己的期许讲出来 就像自己还在慢慢学习跟调整 来 好 我介绍我们的伟真 每个串场都在做的 从小我是一个功课还不错的一个孩子 其实我心里面是比较骄傲 比较自信 因为一路走来大概师长们给我的都是掌声 所以我的个性是很固执 不太容易跟别人沟通 会觉得我的想法就是对的 后来就是进了慈祭之后 察觉到我把自己看得这么重 慢慢学习其实要把自己放下 如果没有做慈祭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 我觉得生活可能就是 会在自己的贪欲当中吧 就是会去做自己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做 可是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我的生命大概都放在慈祭 而且是越做越开心 那看到这么多菩萨大家一起在做事 那有时候好或不好 对或错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那重要的是大家一同发心 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碰到什么困难 那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都不会退缩 就是只会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冲